那其实我跟刘涛就结婚以后 刘涛又教会我一件事 其实就是刚才你们说的那件事 就他这人如果给我一关键词 我觉得就是分享 就是他无论得到多少 或者他有什么资源 或者他有什么成就 他就很愿意把这事分享出去 我说我就是我们俩在看一件事的角度上 就我老会跟他说 但是他说这怎么回事 这能让我改变很多一个地方 姐夫在说他爱你的原因 在娱乐圈中 刘涛不仅是人人称赞的国民贤妻 还是一往情深的霓皇郡主 他甚至从一只小白兔翻身变身 反派大佬和霸道总裁 无论戏里戏外 刘涛从来不会让自己有一个固定的标签 他不断的自我颠覆展示着更多的可能性 他身上有优雅的一面 也有帅气的一面 在演员的道路上一直勇于突破自我 塑造的角色都得到了业内和观众的好评 时尚资源与商业代言也是不断增加 他曾在同一个月登上了六本时尚大刊的封面 同时也是个大时装周以及品牌活动的座上宾 自出道以来刘涛给我们带来不少优秀作品 本身外表十分大气清秀的他 在出演一些古装剧中的造型也是格外突出 这样的刘涛身上也拥有着不一样的特质 因此也是拥有了不一样的演艺发展 从早期的公主到后来的女强人 从越是几年来刘涛也是不断的受到大家的认可 无论饮食方面还是时尚方面的资源 她都在不断地增强自己的能力 决定胜负的时候就是我表现最好的时候 然后说就当天的那个春晚当天 今天应该就是最好最自然 其实我是觉得我一直以来都不会说 遇到什么机会自己会很紧张 我是一个很放松型的 因为我不会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但我一直都是那种我认为我自己尽力了 我尽全力了 我觉得就开心 而这么优秀的刘涛近期 却因一部剧遭受到了差评和争议 刘涛和周渔明合作主演了 由李绍红指导的大宋公词 此前就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 曝光刘涛和周渔明的吻戏花絮 瞬间引发热议 视频中两人对着梳妆台 刘涛坐在周渔明身上相拥而吻 两人都非常动情沉浸在戏中 按照剧情要求周渔明要公主抱 把刘涛抱到床上 两人含情默默地看着对方 随后周渔明慢慢地亲上去 这段吻戏也引不少剧组的人都来围观 而这时导演突然喊停 两人停止了吻戏 但周渔明还是保持着原先的姿势没动 画面戛然而只流涛瞬间也不知做何反应 眼神乱瞟 随后一脸娇羞地笑了出来 而这部剧让人比较难以接受的是 42岁的刘涛竟饰演一个15岁的小丫头刘娥 被网友吐槽非常动情皮肤松弛 肤色暗沉颧骨内线 和剧中15岁的少女除了性别 没有一点相识的地方 虽说刘娥是个二婚村府 但一位少女应该体现出来的灵动娇俏清澈明朗 在刘涛身上完全看不到 包括剧中有一幕沐浴镜头 刘涛的身材展露无遗 被网友调侃太剑硕 站在角色和剧情的角度来看 刘涛展现的与所演绎的截然相反 剧组也不是没钱请个年轻的演员 就是不知为何要刘涛亲自上阵 导致即使后面的剧情再精彩 也难以拯救开场变形滑铁炉的颓饰 挑选剧本对于一个演员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好的剧本能够让自己更加出彩 而不好的则会让原本优秀的演员遭到差评 而刘涛这部剧之所以热度和口碑会有如此大的反差 除了遇到的搭档跟题材不一样 和刘涛自己的表演风格以及优势也有关系 回顾刘涛这些年出演的影视作品 发现其中比较火的代表作基本都是偏古装戏 但是他在剧中的风头都并不是很强 相反刘涛的现代剧更火 嘉玉的任何角色都很走心 表演的也很真诚出彩 正要来看刘涛或许不太适合演古装剧 更适合贴近现实的题材 而不可否认的是刘涛是一个优秀的好演员 在刘涛身上可以看出 他从来不会让自己沉浸于小小的角色当中 反而能够做到不断的进行突破 无论是演技还是对生活的热爱 他都尽力展示出正能量的特色 并且能够把握好分寸 那么对于刘涛大家又有怎样的看法呢 感谢观看